头一条讲体弱性柔是要 这个不是太上老君叫我们身体要衰弱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弱是对于面对着强 我们表现的太刚强这个不好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和谐 心情要柔软 实在讲佛法里面 你看还原论上讲的四德 第三条讲 肉货致 这个体弱就是致致的意思 待人介乎 要肉货 致致就是真诚 对人要有诚意 不能够用强势的态度 对人 要用柔弱 这样的态度 别人欢喜 现在的话说呢 厨师在人介乎 我们姿势都应该低一点 弱势 是这个意思 不能用刚强 严于忌认 这人家听了很刺耳 纵然是自己的下属 你能谦虚 别人会把事情办得更好 最忌认 最忌讳的是 大声交换 不好 别人表面上服从你 心不服 你要能叫人心里服你 心服口服 那就成功了 心宽 心虎 这是药 实在讲 这些药 对我们来说 修身有利 修身养性 身心健康 家庭红目 事业顺利 这些药 统统能帮助你 社会的和谐 世界和平 它正好 心要宽 宽厚 心是行为 像宽宏大量 心要和谐 这叫和平 平等 他才有和 平是阴 和谐 待人不平 这个和是决定做不到的 动静 有理 是要 理非常重要 有理 别人尊敬你 别人敬爱你 真正得利益的好处 是自己 齐聚有度 生活有规律 这是要 健康长寿之道 尽得原色是要 亲近 有德行的人 远时 男子对女子要远一点 女子对男子也得要远一点 这是要 出去 欲心 是要 这个又是欲望 欲望 人都有 没有欲望 你就不会到人间来了 人间这一界 在佛法叫欲界 所以他没有欲 都不会到欲界来 他到色界去了 到无色界去了 那么欲怎么办 这越淡越好 人最重要的欲望 是生活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了表演 日中一世 树下一休 真的 把欲望 捡到了最低的险度 手在这里 他就不动了 一身 不改变 奖金教学 49年 79岁 元吉 在树林里面 不是在房子里头 于大自然 为伍 为伴侣 推分 赢亿 是有 这个好 特别是对财物 在分财物的时候 能够退让 不要去争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老人过世 子女都 兄弟姐妹分家 常常闹到法庭 这个不易 怎么对得起老人 老人要看到这个现象 怎么不上线 古人 从小 受过好的教育 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他们在分家的时候 过过千让 都希望别人多一点 自己少得一点 虽然分家了 她的亲情 永远团结在一起 这个好啊 所以古人分家了 不谈财啊 怎样将自己 同胞兄弟姐妹 都照顾好 能力强的 财务少分一点 她有工作能力 能力弱的呢 希望多分一点给她 她有道义 有爱心 彼此互相照顾 这是对的 我疚心 我疚心 不好